今年520总统就职典礼活动 国军由官渡指挥部炮兵营一连 也就是国军礼炮连执行以礼炮向总统致敬的任务 就职典礼上 搭配国防部联合乐队演奏之 敬礼乐 和总统致敬曲 至上军礼最高致敬21响礼炮 这次的礼炮任务 阵地指挥官游炮兵营炮一连副长 叶元飞中尉单纲 现场展现指挥能力 巾帼不让须眉 520总统就职典礼 出动四门M101A1行105公里 口径榴弹炮 在总时间60秒内 必须顺畅无误地完成 以21响礼炮 向总统致上最高敬意的移程 对于礼炮连的官兵们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礼炮连的官兵现场排练 以求完美演出 在旦旧线的官兵 下方会议要出帮助 新闻市场排维护 顺畅 总统的官兵 为了计划 在旦旧下方会议 公主线 市场排维护 公主的官兵 在旦旧下方会议 公主的反省 在旦旧下方会议 激情中心 attained a moment, PhSmith to表現 立這菲劍 下場抗清 記者抗 下場抗清 記者抗 滲� най 就位完畢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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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進場的是 附有國軍榮譽部隊助長的 中華民國三軍儀隊 平時執行 上 下 中華民儀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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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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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编制上位陆军关度指挥部炮兵营炮一连 该连常年专门执行重要庆典任务 影片中可以看见李炮连部队在实弹射击时所操作之105流炮 外形与李炮涉及任务时略位不同 李炮涉及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炮涉及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李宗盛任务时未让官兵操炮顺利与画面干净 炮身两侧的金属铺板会被翻下 炮管也会养至最高 而实战训时则会将炮各部件归位 形成不同气氛的画面 李炮连成立迄今已参加过无数的国家庆典 总统就值大典 外兵友方援手到榜本军里勤务 官兵扎实的训练 丝毫不差的炮身 展现出庄严隆重的国家里战 典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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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